各位今天跟你示范荔枝的畫法 首先請各位 記得按個訂閱 讚 分享 跟小鈴鐺 荔枝有很多品種 我們就要畫這個荔枝 叫做玉盒包 是台灣特有的 對對 這是大概近20年 台灣研究出來的 接之出來的一種新的品種 他的特點 也就是說 其實他整 整顆裡面 他綠色站 外表綠色站的比較多 不像 一般綠色他整個是比較暗紅色 他綠色站的範圍很大 綠色站是屬於比較熱帶替發的特產 所以說中國大陸呢 大概是在 南方的 廣東福建 這邊才有這個荔枝 再上去就沒有了 我們知道 楊貴妃楊玉凡 他特別喜歡吃荔枝 譚明皇人命要從廣東這邊 快馬加鞭 送到 廣安區讓牢師 讓牢師 老實知道 一個你的對焦 對焦 沒有 然後 太好了 手掌 他們在那裡 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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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特別的 它的殼一定有大部分的綠色 這是所有荔枝沒有的 它的特點就是它的紫非常小 果肉非常甜 甜度非常高 其實它是綠色部分佔比較多 可是我剛剛畫綠色少一點 紅色多一點看起來比較好看 是病毒的 一山是上半身的 是歷史的 都是直接小海島 會不會跟剛好 是一個極端的 這是一個小鮮 你們要看 有些人 是真的嗎 有這種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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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